各位天華 各位東俄 大家好 我是第27號 今天 我要錄像的第五是 第六天 故鄉的弟弟 安貴師 三樓 彎彎彎彎 坐車再坐點多車 這是我 要回去本村里 重要的道路 這條 五村里所有出外的特色 做工作的人 最愛親愛的記憶 小凡是 我真高欣賞 現在 如果要出門 我就很煩惱 煩惱更短的 又又要討到愛白教父啊 但是我這個 住在水滑倒爐 都是三樓的小孩子 真正是有夠欺負的啦 副秀剩下了 我就離開廚 去外面打車了 每個禮拜 休息的時候 都會回來處理一段 我去當中開始 這條說 雙面做光美術 最愛 最暖的 最暖的 總是 人 都會得到立體處理喔 這條 高雄的好 跟處理的溫暖 這段時間了喔 我不見不知道是心理的轉變 也是陶陶的混練出來的 那不是什麼特別的原因 我就讓每個行車啊 以前 不真正想起來 這條 三樓的風景 我以前想要 不能好好跟欣賞過 所以 從天前開始 不管是房子要做技術 也要是要出手口 我都很享受 在這條 三樓的坐車的感覺 因為 整樓的風景 讓我真正正在感受到我美麗的故鄉 這篇小石材的土地 都一直背負在我的深呼鼻 不管我去落空 道理 有我更香 秀水的經理 轉我水口 在我村裡 很多人都想水口在吃生 我家也沒有禮貌 我阿公就經歷在水口 塞滴牌了 涼魚 涼蝦 回來了 阿嬤 阿嬤也會帶我去水口滑鼻 道理 水口感如阿公的行鳴 有一次 新都好 通風水道 我非常高興 想要跟阿公說 我在滑鼻 不說 阿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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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現在唱話演技 聽到妳的聲音 她的最最熱頭 這樣真危險 我聽阿嬤的話 就點點點站在滑鼻 這就是看阿公在水口中在做康徽 還有鄉的意義 是一條圓圓圓圓的山路 還有和我感情 親親的水口 快看在水口 我的老闆 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